2月21日,日本上野动物园的香香大熊猫离开了日本,返回了祖国 离开之前许多人涌向上野动物园与即将回到祖国的香香大熊猫告别 由于人数过多,6万多人参与了抽签 仅2600个幸运者才能近距离与香香告别 没有中签的我排队去看了香香的妹妹 名词 睡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里 香香成为了商业动物园最受欢迎的动物 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 这个还挺贵的 你看它上面写的重量 它是香香不同时期的不同的体重相对应的 难怪卖了母猪 在香香回国之际 大家用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这只可爱大熊猫的热爱与祝福 想想将来的生活有什么期待和祝福的言葉呢 我生成了时来来 我真的想到中国回来 所以我希望能够健康地活着 谢谢 还有两位日本老人 从香香出生开始 每周有四天会来动物园看香香 只有疫情期间中断过 他们也对香香送出了真挚的祝福 并表示一定会到中国看香香 可惜因为录音设备故障 没有录下他们的祝福话语 香香离开日本的消息让很多人感到难过 同时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 大熊猫是中外友谊的最佳桥梁